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袁冰演武部作品代播 祝清好流冷古装诱人 可我赌这部剧汇报 今年是小明的恒电年 作为特别出演 拍完《雷霆令》之后 就正式无缝进组片场了 从3月拍摄《祝清好》开始 到年底进组《清晨逸清欢》 凭借古装走红的她 已经连续拍摄了三部古演剧 今年无新作产出的她 明年将会是她的爆发年 因为她的代播主演剧 足足有5部 要是排期的话 也要半年起步才能播完 而在这么多角色中 大家也是在押宝谁能帮助她 在事业上 在上一层楼 《祝清好流冷古装诱人落花 小茶妖乖巧可人》 5部代播剧中 有二部其实是老剧了 雷霆令去年10月就陆续有演员杀青了 而与江潮合作的《少年盾》 同样是正义警察题材的 主旋律作品审核方面是必须要比较严格的 今年的大火剧突围的上线周期也是久的 所以这二部作品 前者有望明年播出 后者积压多年 希望能像她的青春向前冲一样 突然定当央视吧 而后就是袁冰炎的擅长的古炎剧了 早前在楚玄机还没有大火的时候 墨珊珊的结印 舒静蓉的猛眼就曾助她在国风圈小伙一把 如今明白了自己的优点 她出演古装剧 浮化就没有拉的 欢脱郡主流冷的服装 重点在大摆袖和布料花纹 比较硬挺的不一质感 能让人看起来不那么轻飘飘的 符合流冷的尊贵身份 配色方面 公布的三套造型 粉衣可爱 婚服喜庆 紫蓝的情侣装看起来很典雅 落花里 小茶妖红宁前妻的淡淡卷世一绝 角色人摄氏天真烂漫还有点爱玩 蓬松的发质让本就嫌小的袁冰炎在视觉上 更加接近原著 这两部古装从路透来看 就是能成为二创区新兴的 虽然都很诱人 但思以为 要是赌谁能报的话 我的选择是二者之外的清诚意清欢 三位男主咖位有别 钟翰良扛剧能力很强 这部剧才开机 剧透服装看了眼 依旧是在线的 之所以觉得他是最有机会火的 主要还是看男主 袁冰炎流离过后已有一年多没播剧了 大众期待值是拉满的 他的号召力是高的 而合作的三位男主 郑叶成的离人心上小伙有余 出圈不足 与居静一的现代剧 居姐都没带起来 刘学义是大家严厉的一难评 但数据方面 新剧夜色暗永时上线29天 紧的8亿播放 热度10名开外 陈兴旭广被吐槽的一键清心都能压上一头 对比了前面两位 小蛙中翰良作为大前辈 路人盘本身就不错 今年与谭松韵合作的 紧心四域总播放破50亿 直接碾压 要是真要说强抢联手的话 其实这个三娃才是有潜力的 当然了 还是希望三部剧都能取得好成绩的